老婆大人南部出公差数日明日将结束 想说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开车来接她 前一天自己先车速于附近的露营区 想不到一天下来一个人的车速也相当轻松自在 行驶于宽敞的四草大道上 在12月初的阳光下晒得暖洋洋的 不久便来到了四草周屋露营区 停妥车 撑开车边杖 马上就可以享受湖边的露营模式 先来逛逛这个宽阔的营区空间 入口处放着一尊可爱的黄色小小冰 右侧的日式平房是银本部及住宿客房 平房后方是宇棚区 已有树顶车尾杖搭在里头 这是一台承载式露营皮卡 看起来相当酷 营区中央是长形的水池 据说还可划船 钓鱼 柚子漫步于湖畔草皮 似乎挺喜欢这里的环境 一旁的集装货柜屋 是交易厅及卫浴空间 也有路由选择搭杖 与铁梯下防风雨 装饰于货柜屋内的卫浴 也相当明亮洁净 这里的大草皮 真是太棒了 不让柚子跑跑 还真对不起它 那柚子来 薄力充沛的柚子 一点也看不出已经有八岁了 好跳了好一阵子 柚子终于满足的在帐下休息 趁着柚子休息 也该轮到我自己的娱乐时间了 由空拍鸡鸟看 营地里的水池 与周遭的余温地景融合得很好 从这个角度看去 十字成T字形 清澈的池水里 隐约还看得到一条条的鱿鱼 一个人的晚餐很简单 可以很容易地解决 夜里天气转凉 新买的网斯暖炉 正好派上用场 来看看 温暖的车室内 柚子已早早进入梦乡了 一笑好眠 早安 又是风和日丽的一天 处于凉风徐徐的湖畔 悠闲地吃着早餐 享受一个人难得的宁静 早上天气回温 水池上已有路友 拔起的木舟了 看起来很好玩的样子 可惜待会儿得去接老婆大人 只能下次有机会再来体验了 享受过了一人一车的湖冰露营 也该是离开的时候了 风云末日子 风云末日子 跳车 风云末日子